这件事情大家要想一想 我曾经问过一个就是网上的朋友 我问他的优势是什么 他说他的优势是幽默 幽默怎么能算是优势 那顶多算你一个特点 他连特长爱好什么都算不上 就是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核心 如果你要去再就业 就是重新择业 你一定要有一个壁垒在那 认知壁垒 就是你有这个技术 比如说我的技术是花艺做的好 我用幽默的方式去呈现花艺的教学 这是我的壁垒 幽默不是你的壁垒 好吗 有意思这件事情不是你的壁垒 不是说有意思你就能做自媒体了 天哪天底下的人太多有意思的人了 好吗 所以说还是要有自己的优势 这个优势可能是包裹着一个核心的东西 就比如说你摄影干的相对比较好 那么你很幽默 你能够用幽默来呈现出来 对吧 你就去做自媒体 那么你是有特点的 你也是有一些核心的价值在里面的 不仅仅是整活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因为我觉得要长久的去创造价值 光靠搞笑是没有用的 然后所以发掘自己的优势很重要 如果没有优势不好意思 一定要创造优势 哪怕现在花一两年的时间去学习 也一定要沉淀下来自己的核心价值 这里还要再说一个点 就是你这个年纪到了一定地步 你重回工作岗位 你有什么优势都没有 比如说我已经当了十年家庭主妇 我现在就要回去上班了 那么我建议你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因为和年轻人相比 你的优势可能就在于情绪稳定了 然后千万不要以过来人的身份 跟任何人去说教 因为你已经脱离职场太久 你没有那个资格 所以说这个点要注意一下 然后下一个点就是 在择业的时候 可以去头脑风暴一下 自己有什么优势资源 也就是关系 好吗 然后大腿好好想一想 看看的触手应该往哪里去发放 会比较高效一些 让你在工作的时候 有一些能够抓得住的一些支撑点 这个我就不说太明了 聪明的人都知道 然后第四个点就是 顺着风向走 不要逆着风向来 比如说现在就是对实体行业 不是太友好的情况下 你非得再开个实体店 除非你就有充足的把握 但是我觉得现在没有人有充足的把握 对吧 所以说顺势而下 那我觉得短视频还能再活几年 那么我现在就去 短视频相关的东西了 所以说这个是我现在的一个建议 那就这几点吧 想到了再录 好吧 然后最后就总结一下 我自己 我希望能够打开自己 就是 我不喜欢那卷这个词 我一直反正都挺认真工作的 就真的是特别喜欢工作 爱工作 这样的人其实不多 反正我就这种人 然后资深 一些活力 对于我来讲工作能让我资深活力 好的 视频就录到这里 如果有更多的再和大家分享吧 哈喽大家好 这是云吞 然后好久没给大家录视频了 最近呢 我有个很大的变化 所以想着就给大家录个视频吧 然后刚刚洗完 怎么头发好翘 其实呢 最近我回去上班了 回去这两词可能用的不太对 就是我重新开始上班了 自由职业了真正八年 然后最近开始上班了 肯定有很多朋友要问我 你不是花医师吗 你怎么能回去上班呢 你是去花店上班了吗 可能这样的问题 那么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然后更新一下我的近况 先说一下我最近干这份工作和花艺没有任何关系 是一个就是文字输出类的工作 然后是跟短视频相关的 对我来讲是个全新的领域 但是我其实在做自由职业和干花艺之前呢 我就是一个专业的编辑和文案吧 直媒时代的话也是做杂志的 其实一直都是做老媒体的 那现在转战新媒体这个行业吧 就这样理解 但是呢我这个人 他其实就是一直都是斜杠人生 就干很多事 我的确已经八年没有上过班了 但是我不是八年没有工作过 花艺一直都是